近日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提出的对将近100架F-15英式战斗机进行升级的请求 据估计这次升级的费用在45亿美元左右 这次升级能让这批老爷机重换青春吗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0月30号报道 美方的批准让日本可以将98架F-15J战斗机升级为日本超级捷机机配置 升级套件包括换装雷神公司的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霍尼维尔公司的新型任务计算机和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电子战设备 还会整合新式弹药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 这项升级计划将为日本提供至关重要的防空能力 辽宁本席的网友光影之风提问 F-15J经过升级后它的能力会有多大提升呢 从这次升级的计划来看 它主要是改进了机载火控雷达 显示设备和电子战这一块 那么从这个改进来看 它主要是提升F-15的空中作战的电子对抗能力 估计在之前出任务的时候 日本人在这方面吃过亏 也就是说对方一旦使用电子对抗手段的话 它的雷达的功效就会大幅度降低 同时以前日本的这一类战机出任务的时候 它的电子对抗系统可以有效的压制对方 很可能现在感觉到压制不住了 所以它把这一部分的能力作为提高的主要的方面 那么通过这个提高 它的电子对抗能力和对目标的发现跟踪能力 肯定会有大幅度的增强 日方这次花了45亿美元来升级这些服役了将近40年的老业机 这钱花的到底值不值 肯定不值 平均算下来单价将近是5000万美元 那么按照现在世界市场的价格 5000万美元已经差不多可以买到一架新机了 而且是和这个F15同等量级的新机了 那么你改这么一个寿命中后期的老机花这么多钱 那么显然是不值的 不过呢 对于日本来说 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空字它出任务 主要是应对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的拦截任务 那么日本人很做 把它的防空识别区划到了别人家门口几十公里的地方 那么你把你的防空识别区画得这么变态 你做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好的